有聲音嗎? 好,謝謝主席 是不是先請主席邀請林部長還有國安局的局長 林部長跟林局長 部長好,辛苦了 我想先就在越南這一次暴動的事件 我先請教一下兩位 這個事情在你們預料之中 會發生這樣程度的暴動 然後波及到台上 是不是你們之前有預料 還是說完全出乎你們意料之外 我在這裡很簡單的跟委員報告 其實剛才我們在書面報告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事情的發生當然是跟最近 越南跟中國大陸之間交惡有關 部長,那一部分的背景我想大概不用再說明 我們都清楚 我們認為目前的情況 在前幾天確實是有一點失控的局面 對,我想我們大家都了解 這個失控的局面 比如說國安局,你們在那邊也有派人 那外交部是也有派人 你們掌握的情報 比如說有沒有聽到說 在越南 其實當初越南的高層曾經就有警告說 一定要處理台商場內的陸籍幹部 否則就會放任抗議群眾來動手 他們有這樣的消息放出來 你們有沒有掌握 國安局局長有沒有 從5月3號 中共在南海設置專優平台 雙方在於事上就有不斷的糾紛 甚至有擦撞、衝撞的現象 對,局長你回答我的問題 總約的代表 我們在5月8號的時候 特別去跟他的安和部 國和司相關的負責人 我們去跟他去了解全班的狀況 5月幾號 他破棄到他沒有不義的狀況 5月幾號去的 那麼這個時間 我們講說 局長5月幾號去的 同時要照顧我們的安全 5月8號去 所以你有去表達我們的關鍵 但是他們也沒有料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連越南自己都沒有料到 是的 因為有媒體報導說 在越南我們的台商幹部 早就有接獲這樣子的一個訊息說 越南政府要放任 讓這樣的事情遲早會發生 所以我意思說 如果你們情報都沒有掌握的話 那就不用談後面的 這一些因應的措施 所以我剛剛問說 是不是你們預料之中 顯然沒有預料到 那部長現在整個狀況平息了沒 我跟委員報告 我昨天半夜到今天上午 我跟越南駐台代表 還有跟我們駐越南的黃大使 還有駐胡志明市的陳處長 多次聯絡 目前的情況是 胡志明市本身沒有問題 機場也沒有問題 道路交通也沒有問題 機場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因為昨天我們有民眾 跟本席反應 他不敢去機場 機場沒有問題 我可以保證沒有問題 平陽省的情況 現在也大致上受到控制 這個同奈省還有一點零星的騷擾 西寧省也一點點 我想其他是非常零星的 所以目前整體的情況 越南政府有能力跟有意願來控制這個情況嗎 我相信有 有 事實上越南駐台代表今天上午也跟我通過兩次電話 他已經也向我特別提到 他們已經動員軍警 現在已經逮捕了大概六百人 他們會全力的來控制這個狀況 我也跟他再三的強調我們強烈的譴責暴力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事情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結束 如果說情況有控制下來 那接下來後續我們外交部跟相關檔會 甚至包括喬委會等 應該協助台商處理的 可能就是損害賠償的這一部分 因為據我們的了解 有一些台商他其實還在那邊觀望 他不是想要馬上回台 為什麼觀望 因為他一生的家當都在那邊 甚至他的家眷等等都在那邊 他希望這個趕快平息 平息完之後他能夠回去他的工廠 去查看說到底損失多少 因為這是一道後續賠償的這些證據保存等等 這一部分我們外交部跟駐外單位 甚至經濟部可以協助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跟喬委會還有經濟部 事實上也已經有初步交換意見 根據我們跟越南之間的投保協定 我們有一個投保協定 事實上我們將來一定會有求償的動作 那現階段當然我們最要 可是你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你沒辦法求償 就是我們這個部分一定要處理 就是現在要等到稍微整個動亂平息之後 可不可以 外交部你應該要求越南政府 第一個當然是平息這整個的事件 尤其暴動的事情 第二個維護台商的人身安全 這個都贏做 第三個對於財產受損的部分 如果要回到廠區 一定要確保安全無語 同時必須要越方的軍警人員 來保護我們台商 回去廠區進行相關的證據保全 證據保全 這個才有辦法對於我們後續要求償 才有辦法求償 否則你沒有證據沒辦法求償 這個部分我們再繼續進行 現在我們就要確保台商的人身安全 剛才我也跟媒體朋友提到 所有要在目前希望離開的機位 我們都會負責安排 交通部分我們也會負責安排 如果繼續留在那邊 我們也會盡量提供他們各方面的協助 所以現在台商的人身安全 基本上都獲得保障 我想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有沒有說失聯的台商 比如說有家屬來跟外交部 要求協詢的 我們這邊有獲得訊息 我們都會進行 到目前為止我手邊是沒有 我想僑委會這邊事實上 錯過台商的網絡 在那邊台商家屬 想要聯絡的都聯絡得上 我想我們都會聯絡得上 當然有一部分台商 因為他沒有參加台商會 那我們就要請他們代表處 還有辦事處會 希望能夠再進行進一步的 這個了解跟聯繫 部長你剛剛提到說 越南政府基本上是有能力 也有意願 要來平息這一場的暴動 對不對 也要保障我們台商的安全 你覺得越南政府說得到做得到嗎 我覺得越南政府現在已經在加強這一方面的努力 因為其實我們很擔心 會不會是說一套做一套 然後繼續放 我想不會 我們不要擔心是說 沒有錯你平陽或許控制了 吳志明沒事了 可是這一些暴動的分子 會不會外移到其他地方去 有沒有像北擴散 或像中部擴散 這個是我們在密切注意的事情 我要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一次這個受波及的 外國的這些投資的廠商 其實也包括新加坡 也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新加坡的外交部 昨天也已經發表聲明 希望越南政府要盡速的恢復秩序 部長 你剛剛提到說 新加坡 韓國 日本的廠商都有受損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也應該聯合這一些受害的國家 一起對越南施壓才對 我們也有在做這方面的聯繫 這部分有做嗎 針對求償的部分 我們將來要怎麼樣來進行 已經請他們同事 現在有跟這些國家進行聯繫了嗎 我們希望政府真的要硬起來 尤其針對後續求償還有台上人身安全的部分 我們該爭取的 我們該要求的就應該要求 所以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 另外這件事情 我想不光是反中的問題 還包括主權的議題在裡面 這件事情其實 我們都知道說 因為越南跟中國大陸之間的 在主權爭議上面所產生的後續 我們有點說 遭受詞語之殃 可是現在 今天更麻煩的是 北京昨天又講了一些話 他也提到說 大陸方面已經透過多種管道 提出兩岸在南海物體上 協同合作的倡議 並希望得到台灣方面有關的回應 所謂合作的倡議是什麼 這會不會加深越南對我們的誤解 認為說在整個南海的事端上面 我們跟大陸是有合作倡議的 那把這些對大陸的不滿 又轉嫁到我們身上 這個有嗎 有這樣的事情嗎 因為北京發表這樣子的談話 我們跟中國大陸之間 針對南海的議題沒有任何的合作 沒有任何的合作 沒有任何的合作 所以對於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這樣的談話 今天陸委會有沒有來 陸委會沒來 有嗎 陸委會有沒有做出回應 剛剛部長講說 沒有這樣 在南海沒有任何的合作的事情 我們的陸委會 在這時候應該要出來 把事實講清楚 除了讓國人了解之外 也不能讓越南誤解 你是處長嗎 對 計畫處處長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回應 各位報告一下 昨天我們陸委會 已經有對外發布一個訊息 就是 這跟外交部的立場是一樣的 就是南海諸島跟周遭的水域 是屬於我們固有的疆域跟水域 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那對於陸方就是 昨天國台辦的說辭 其實我們昨天也表達了 就是目前在這個主權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跟他合作的空間 這個我們持續長期都一直表達這個 沒有沒有清楚說明 越南方面了不了解 部長 越南方面了不了解我們的立場 我相信越南方面也是了解 必須要肯定的了解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很精確 變成是他們兩者之間 越南跟中國大陸之間爭端 我們台商變人肉盾盤 對不對 我想不會讓這樣一個事情發生 因為當然有一些台商的工廠裡面 有一些大陸級的幹部 那這個部分是有 可是我們也會非常非常謹慎的來查 最後最後我必須強調 這個事情可能不會只發生在越南 因為目前整個南海的局勢 已經變得非常的複雜 除了中國、美國、越南 其實菲律賓最近也有一些動作 還有大陸跟菲律賓之間的這個爭端 還在繼續的延燒 所以我們在東南亞 過去南進政策很多的台商都在東南亞 所以我也希望外交部 藉由這一次的事件 是不是應該把一些預防的作為先做好 事先該跟當地政府說明的 甚至先跟當地民眾去做宣傳的 我們應該趕快去做 不要讓這個事情 我們變成最後又遭到慈禹之殃 無望之災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進一步的加強 謝謝張委員 謝謝